五个你一定不能去看爱情公寓大电影的理由 最后一个你不得不信 2009年爱情公寓电视剧上线 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2018年为了纪念爱情公寓十周年 陶显为胜集结了原来一大堆人马 拍摄了爱情公寓大电影 定档8月10号 然而在之前立足王传军霸演 现在又不完全纠纷等问题看来 爱情公寓可能只是不以情怀圈前的结束篇而已 小编列举那以下几个原因来说明爱情公寓不值得看 一固有诟病抄袭 其实抄袭这个话题一直萦绕着剧版爱情公寓 有网友表示在剧情和人物设计等方面都抄袭了老友记 例如在爱情公寓第一季第四集中 我有类似容整个片段就撞了老友记 S10E07 其中还有非常多相似的镜头 但其实爱情公寓塑造的人物形象和笑点也是非常深刻的 但雷同的成分越来越多 也使得粉丝们非常失望 后期的爱情公寓三月四日确实也是没有前面两部来的精彩 有网友趁这个团队抄袭无下限 所以不会去贡献票榜 而一部广告片之前出演《我不是要神》里的王传君不断提升眼 获得了华丽的逆转 但在此之前因没有出演大电影而被观众唾骂 他曾趁已经与爱情公寓合作不下去 不提抄袭的事觉得越来越像一部广告片 看完预告片之后小编确实发现了许多的广告 例如五八同城等 单单一个预告片就有这么多广告 可见爱情公寓电影会创造的广告利润有多大 三 和隔壁盗墓笔记有一腿 而最让人无语的就是剧情方面的设定 据小编了解 这部剧只是金缠脱鞘 电影可能就是了主演来拍冒险故事而已 因为电影原来的名字叫 新资源冒险加后改为爱情公寓 真的是消费情怀的 而且这次大电影要和闹幕笔记相结合 脱离了原来好朋友 在公寓里和住的故事 内容已经变质 四 版权炒作在电影快要上映的时候 时刻五年都没有启用的交友社区微博 号告爱情公寓电影制作方 称爱情公寓是由连凡计算机技术 上海公司投资并享有全部权利 在连凡不知情的情况下 高额高阮等人擅自投资 制作 发行爱情公寓电影连凡已向各大出品 发行公司寄送法律文件提起民事诉讼 并向电影局集中影要求停止上映 现公开此次事件 呼吁保护原始权利人权益 促进中国影视版权健康发展 虽然在这个时候脑袋也声明不会影响电影上映 但这一碰瓷炒作事件确实也非常让观众疲惫 五消费情环爱情公寓的预售票房已经炒股了八千多万甩防波的一出好戏 六千多万差距非常明显可见这个情感排打得非常好 其实这种电视剧系列然后拍大电影的案例非常多简 例如喜羊羊大电影系列 不是也是这种类型吗 其实现在的观众也知道 这种形式无非在圈前而已 但还是心甘情愿 如果你只是因为怀念之前爱情公寓带给你的感动 会不会因为去了电影院而感受到失望 破坏原来对他的念想呢 如此花了钱也得不偿失 谢谢大家